《德國之聲4號》引述德國《明鏡周刊》的消息 德國聯邦憲法保衛局的機密報告顯示 這些黑客的攻擊目標是聯邦議會成員 和政治組織的私人電子郵件、網站等 德國聯邦憲法保衛局直言 中共有一個大規模的網絡攻擊武器庫 必須認真看待這些攻擊 據報導 德國聯邦憲法保衛局早在2019年尾 就提醒德國企業 注意一波持續性的網絡攻擊 而巴斯夫、西門子、坑克爾等企業 更是長期受到黑客攻擊 《明鏡》曾在2014年報導 2013年9月20國峰會G20在俄羅斯舉行前夕 德國政府多名高層官員 以及部分銀行界高層 都收到帶有病毒的電子郵件 並將搜集到的情報發往中國 更早前的2010年尾 德國政府部門的電腦 在這一年內受到猛烈攻擊 其中一半來自中國